你為什麼要說車 面對警方詢問 滿身酒氣的藍衣男子 站在高雄廟宇停車場 被砸車輛旁 回答想要買車 卻砸車的行為 遠景聽來不合邏輯 再問一次 男子在扯不滿車位 遭占用聲稱一人犯案 監視器畫面裡 卻拍下兩人一組 藍衣男子手持疑似棍棒 和白衣男一起走進 廟前廣場 鎖定目標後 把棍棒交給白衣男 對著轎車狂敲猛砸 轎車玻璃受損 車身也凹陷 阮經遠景待反鎖後 表示因部分廟方人員 長期占用停車位 故心生心有不滿 兩人於晚間飲酒後 脫去便前往停車場 回損該車輛 附近居民透露遭迴損轎車車主 是廟宇總幹事停車地點 屬於廟前廣場 怎麼會遇到惡煞找茬 譬如說是日中現在都沒在 已經可以有聲有色 聽說如果是可能 位於前京區的廟宇前主委 曾經是前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坤源 如今廟宇成為特色打卡景點 知情人士不排除 雜車事件連結到廟宇的利益 遭有心人蜘餘 雜車案的背後恐怕另有內幕 三天選徐世廷 汪玉文